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GPIO进行输出控制的一些方法 前面使用的都是输出功能 今天我们准备介绍输入功能 首先我们还是从基本的文件操作开始 看一下在输入方式下 Linux操作系统在驱动中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文件的变化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这里先编写了一个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是用来频繁地在GPIO的输入端口上 读取value这个文件的一个状态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文件节点 在下面的内容中 我们将使用GPIO18就是这支引脚来进行输入控制 在输入控制的时候 这个引脚会接收高电频或者是低电频 当接收到高电频的时候 对应的引脚读到的是1 输入低电频的时候 对应的引脚的值读到的应该是0 那么我们首先创建GPIO18 进入GPIO18的节点 执行反复读取value的这么一个操作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将GPIO18这支引脚 与高电频连接的时候 屏幕上显示的是1 与低电频连接的时候 屏幕上显示的是0 悬空的时候呢 可能不确定 原因在于 这支引脚可能会有一些干扰信号 导致它的电频的不稳定性 通常在GPIO的输入端内部 有两个电阻 一个接高电频 一个接低电频 我们习惯把这两个电阻 称之为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如果这两个电阻不起作用的时候 那么这个引脚就很容易 受到一些干扰信号 产生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不确定的结果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树莓派的驱动中 已经将这两支引脚 设为可编程的状态 下面我们看一下 通过Python的GPIO模块 来实现对输入引脚的控制 为了让我们的结果看得更清楚 我们仍然使用 在上次使用的 这个LED发光耳机管 来表现输入端的状态 当输入端作为一个开关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开关 来控制发光耳机管的量 或者是面 下面我们使用GPIO18 这支引脚 这支引脚 作为输入 我们将高电频正五幅 和低电频Ground连出 当GPIO18 接触高电频引脚的时候 相当于给它了一个高电频的1 当它与低电频Ground接触的时候 我们在Value里面 应该读到的是0 为了让这个过程看得更清楚 我们使用一个发光耳机管 来展现GPIO输入的状态 发光耳机管仍然使用GPIO的输出控制 输出控制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 已经介绍过了 下面我们通过GPIO3这支角 控制发光耳机管 用它来表现GPIO18的输入状态 GPIO3在这里 我们将它连入 通过一个电阻 连向发光耳机管的正极 发光耳机管的负极接地 好了 连线就这样 那么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 GPIO的输入方式的设置 设置GPIO的输入 使用这个函数 使用这个函数 GPIO Setup 第二个参数 我们将它设置为GPIO In 第三个参数 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设置 它有三个可能的值 一个是DOWN表示下拉 一个是UP表示上拉 如果这个值空缺 表示既不上拉也不下拉 那么这时候呢 这支硬角属于悬浮的状态 在悬浮状态下 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 好了 目前我们将它 设置为下拉 此时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引脚不接高电频 那么独到的就是低电频 所以在程序运行的时候 发光耳机管是不亮的 那么我们尝试一下 看看发光耳机管 在当前的GPIO的输入状态下的 一些控制功能 线路连通以后 我们用GPIO18 接高电频 表示开关打开 接低电频 表示开关断开 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下 我们看一下 发光耳机管 在GPIO18的输入方式控制中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接高电频 断开 由于目前我们采用的是下拉方式 所以这只引脚悬空的时候 处于低电频状态 接入高电频 开关作用 断开 或者 连接低电频 发光耳机管 都不会点亮 高电频的时候 发光耳机管被点亮 这是我们利用的 GPIO的基本输入功能 从这里面 大家是否观察到了一些细节 导通 断开 导通 断开 似乎响应的不是那么及时 通过程序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用来控制 发光耳机管的节奏 或者说用来读取 GPIO18输入状态的节奏 是一秒钟一次 如果需要发光耳机管 响应的更快 或者说如果需要 GPIO的输入状态 能够尽快地得到响应 我们就不得不缩短 这个循环中的时间 更短的时间 将造成CPU资源的 更多的开销 在实际应用中 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另外 导通开的GPIO输入的内部 已经有了上拉 或者是下拉电阻 在有些不具备 上下拉电阻的情况下 可能还需要 工程师在外部 接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以保证输入状态的确定性 下面我们将讨论 如何更为及时地 响应输入状态 同学们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 前面我们介绍了基本的 GPIO输入的方法 在这种方式下 CPU主动地读取 GPIO输入端口的数据 它通常比较耗时 这是用比较原始的方式 我们把它称之为 查询或者轮询方式 下面我们将介绍 高级GPIO的输入方式 阻塞和中断 在阻塞方式下 GPIO内部具有判断 电瓶的延跳变功能 所谓的延跳变是指 从高电瓶到低电瓶 或者是从低电瓶到高电瓶的 一个跳变的过程 从低电瓶到高电瓶的 变化过程 我们把它叫做上升延 从高电瓶变到低电瓶的 这个延 我们把它叫做下降延 阻塞的一般做法是 通过一个函数 为某一个通道的输入 设置一个超时时线 在这个时线之内 如果检测到跳变岩 则函数结束 获得当前的通道号 超过这个时间 程序不再等待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就节省了CPU的时间 不至于因某个引脚的状态 没有发生变化 而导致程序反复的停止 在某一个位置 这个函数的用法是这样的 阻塞方式使用 Wait for Edge这个函数 它的第一个参数 是我们需要监控的输入通道号 第二个参数就是 我们需要关心的上升延 或者是下降延 它有三个可选项 Falling表示检测下降延 Rising表示检测下降延 检测上升延 Both表示上升延 或者下降延都需要检测 第三个参数 Timeout 是我们设置的一个超时时限 这里我们设置的是5000 单位是毫秒 那么这个函数在5秒钟之内 会等待当前通道的 下降延的变化 在等待的时间内 CPU并没有消耗太多的资源 只是在此期间 不能处理其他的事物 另一种阻塞方式是 安排事件检测 使用add event detect 这个函数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需要检测的 输入通道的通道号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需要关心的 延的变化 上升延或者是下降延 这个函数调用以后 CPU可以转去处理其他任何事物 在此期间 如果被检测的通道 产生了下降延的变化 此后任何时刻 通过event detected 函数可以获得通道号 否则 该函数的返回之为空 这种方式不会漏掉输入端口的 盐的变化 只是不能对事物进行及时处理 前面讨论的是阻塞方式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断方式 在计算机系统中 中断是这样一个概念 CPU在处理某项事物的过程中 可以留出一个端口 来监听其他事件 对计算机的请求信号 这个请求我们把它叫做中断请求 就如同我们人类的神经一样 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讲话 但旁边如果有一些干扰的话 我可能会注意到 那么我们的听觉系统 就是一个中断响应系统 那么在计算机系统中 这个中断系统 可以让计算机 具有初步并行工作的能力 计算机可以正常地处理日常事物 当发现其他事件 对计算机系统提出中断请求的时候 它可以分出一部分精力 去完成另外的任务 当这些任务完成以后 再回到刚才被打断的位置 重新继续进行下面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被叫做中断 那么在操作系统的应用层上 没有像计算机系统中的底层中断的机制 但仍然可以通过类似中断的方式 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 它使用这个函数 Add Event Detect 将指定通道的输入 指定的延变化 指定的响应函数 设置为中断入口 这个指定的响应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回调函数 Carp Back 回调函数是一类特殊的函数 它的形式和普通函数的定义方式没有差别 但是它的用法和普通的函数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这个函数不会通过指令显示的调用 什么时候这个函数被调用是不确定的 第二 这个函数的形式是确定的 也就是说 它的形式参数是由系统规定好了的 通常它也没有返回值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演示 看一下 以中断的方式实现系统调用的一个特点 这个函数 Add Event 将指定通道的输入 指定的延变化 这个响应函数 设置为中断入口 这个指定的响应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回调函数 Carp Back 回调函数是一类特殊的函数 它的形式和普通函数的定义方式没有差别 但是它的用法和普通的函数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 这个函数不会通过指令显示的调用 什么时候 这个函数被调用是不确定的 第二 这个函数的形式是确定的 也就是说 它的形式参数 是由系统规定好了的 通常它也没有返回值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演示 看一下 以中断的方式 实现系统调用的一个特点 开启 步数自行 好 这段节线到这